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洋凡 我是王孟平 那我们看到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冲击在全球股市的发展 正是有一些投资朋友他如果手上有没有股票 面对再次的时候心情就不大一样 不过有人在等是不是真的是千载难逢危机入市的买点 不过手上如果有股票的事实上现在就会有一些压力 那如果我们再看到这种国际系统新风险来临的时候 也正是您好好检视到底没有报对股票的时机点 如果说真的报对了有一些股票甚至越跌越买 不怕它跌的那你手上有没有这些股票 又有哪一些股票可以来危机入市 今天我们先为您邀请到的是戴昕明 戴老师 戴老师好 主持人孟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戴老师在股票市场超过30年的经验 那另外邀请到的是陈建成分析师 建成好 孟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我们在进入今天主题之前先带您做观察的是 这一次其实看到包括肺炎对于全球冲击的影响 而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到底时机有多大 有一位网友他拍下了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像是在电影里面恐怖空城的真实场景 而事实上它是发生在中国大陆 原本盖西来攘往的大街小巷 热闹的深圳商场现在杳无人烟门可罗雀 就连繁华的上海外滩街道上的人潮简直寥寥可数 宛如电影恐怖孤岛的景象 如今真实在中国各城市上演 从空中俯瞰宽敞的街道 不仅看不见行人 连车辆的踪影也没有 还不到深夜却只剩街灯还亮着 巷头巷尾早已冷冷清清 拥有千万人口的重灾区武汉空空荡荡 店家没有营业民众不想出门 才傍晚就大唱空城祭 不但官方宣布延后开工 许多学校也受运情影响延后开学时间 中国网友拍向空无一人的街景 像极了一座荒废空城 没有人潮就没有钱潮 让中国的企业一片苦哈哈 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活动 是呈现一个停摆的状况 所以对各行业其实影响都是会相当大 这个厂站它营收比重比较高的话 也是会受到冲击比较大 2月10号以及14号 这两阶段分批复工之后 缺工的情况有没有比预期来严重 如果比预期严重的话 那所有厂商在对这个第一季的 这个营运的状况 可能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 下修的一个动作 情业重信最新发布在中国统计的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人力资源 政策调查报告 调查显示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有46%的企业表示将下调 2020年业绩目标 统整归咎三大原因 多达66%的企业认为 无法正常服务客户是最大冲击 在消费金融地产与教育产业 尤其明显 47%的能源及工业产业认为 无法正常进行企业管理 也有两成名企业认为销售下滑 现金流紧张 对公司业绩最伤 打头正的企业 包括中国地产巨头恒大集团 宣布2月20号前不会开业 引2019年营收6000亿元来估算 延长7天开工等于损失 人民币115亿元 相当于新台币506亿元 国内专家分析 延后开工这两个礼拜 是确诊病例增加的高峰期 除了疫情观察重要指标 更是影响这些中国企业 第一季的获利表现关键 记者周田丽 乔大龙 台北采访报导 根据统计 中国的经济被迫停摆 也让高达有46个百分点的 中国企业表示说 将会下调在今年的业绩目标 所以台股从这一波 从开红盘之后 跌到之前的低点 一共大跌将近了千点 但老师您怎么看 这一次跟上一次的SARS不大一样 指数的位置 高点跟低点不大一样 所以您怎么看 有没有止跌的情况 对 因为这一次我们指数 从1.2.1.9.7 杀到我们过去 这个星期一的11.380 就杀了1000点以下 对 这样是1000点 然后反弹 反弹460点左右 所以在这边反弹之后 还要看两个因素 中国大陆的疫情 还没有持续扩散 好像从过去两天看的 这个新闻来看 好像还没有缓和下来 另外一个 其他的国家 有没有再继续扩散 就一个中国大陆的国内 另外其他国家的 好像也陆陆续续有发生 这个病例确认的 这个案子 对 所以我们反弹之后 可能指数还会再拉回来 但陈如刚刚 这个主持人孟平提到 就这次下跌 就对很多股票 往下修正它本益比 又拉回到一个相对低点 的确是可以找到 短中线的买点 但毕竟我要说一句 我们台股 像涨到这个1万点以上 算是相对高点区 所以还是找这种 体质比号的好股票 跌下来 记住要用线股买 那我们今天 我跟建成兄 我们就找到 正好好机会 今天看我们 古海洋帆的观众朋友 有福了 为什么呢 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 把真正 我们这个波段好的股票 跌深的地方 哪些提供给 介绍给观众朋友们 在这边做 这个波段操作 因为这次马上 我们相信疫情 可能在一个月两个月 慢慢会消失掉 但不会那么快 但是股票反应过之后 接着三月份来是什么 董监会议 决定配股配息 然后接着股东会 五六月份开始 除息除全 所以这个立功 立功这个洗盘 大重叠之后呢 反而是一个 短中线的一个 这个很好的买点 待会我们会陆陆续 跟大家讲 但是我 字卡先请导播秀一下看 我们台股就是 我们看那个字卡 守住半年线 11295 现在在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 已经来到11295 守住半年线 还有机会谈 不要再破 对 那多头重回 这个掌控 这个多头的走势呢 要在什么地方 回到季线 11767 画面是11763 在这个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来到11767 就我们要回到 指数回到季线之后 才能够确认多头 对 没有回到季线之后 可能还会再压回 对 但是很多个股 跌在低点区 大概就是怎么讲的 我们逢低早买点 记住要好股票 好公司 要配股配息的 这些 有一些草题材的 像过去这几天 这个防疫股很多 都已经高档爆量 那种就不适合最高 那待会我们选什么股票 那怎么操作呢 待会后面两个单元 跟大家做报告 好 记得上一次 我们跟建成在这个 节目当中也聊到 价值投资之父 叫班杰明·格拉罕 他是股神巴菲特老师 那巴菲特也曾经说过 市场的行为越愚蠢 那明智的投资人 就越有获利的机会 所以告诉大家说 人多的地方还是不要去 当大家都转空的时候 会不会事实上 也没有这么害怕 那如果我们再从过去 这个国安基金 每次在互盘之后 确实从过去 六次经验来看 每一次指数是有互助 那你认为这一次 会动用到国安基金吗 好 其实这一波跌下来 已经许多人在猜测 国安基金到底会不会 在这个时候进场 那国安基金它进场 它其实有几个要点 那最主要 主要是它是非经济因素 然后造成这个股价重挫 可是呢 在过完年之后呢 国安基金 我们这个主委就有在讲 因为整个目前的 整个经济面 基本面还是相对看好 所以它是释出说 国安基金目前呢 它是会持续观察 整个市场的动向 那我们如果要来看 过去几次历史上 从有国安基金 开始进场互盘来看 过去呢 总共发生了六次 对 那第一次呢 前两次都在2000年 那时候我正好在美国读 财经卓士 你还小的时候 对 还小 那时候少年数20时 已经30岁了 那时候我在美国读财经硕士 那一次发生什么事 那一年两个重大事件 第一个 我们中华民国政权交替 民进党首次执政 所以那是那一次呢 为了稳定这个 整个投资人的信心 所以国安基金在这个 3月15号进场 那第二次呢 也是在当年 发生网路泡沫 我们知道那一次第一次的网路经济 在那时候发生 吹了一个大泡泡 所以在10月2号那时候呢 是国安基金第二次进场 那第一次进场就是 在8682点这个点位 第二次进场点位 是已经泡沫化了嘛 所以那时候是在5800 已经跌3000点下来了 对 所以两次护盘呢 你说你要用这一个 8682 就是3月15号那次护盘来讲的话 那其实是没有用的 因为接下来又崩到五六千点 所以在10月呢 网路泡沫那时候再一次 那你说那一次是 第一次是因为 陈水扁当选的原因 所以他来护 可是如果你去看的话 其实那时候的整个股市 第一我们的科技股 我们的网路股 基本上也是已经是有点是 over value 就是那个估值过高了 所以只是因为政权正好交替 来一个政权交替整个打下来 然后一路到了这个10月底 跌到相对的低点 那第三次的护盘呢 是在2004年 这一次又是跟我们的 陈水扁总统有关 这一次是319枪击事件 那因为这个事件呢 那国安基金也进场护盘 所以不可否认政治跟股市 没有办法分割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对 那你说他护盘是跟非经济因素吗 那有时候政治也是非经济因素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要不要护盘 可能要了 那我们看到这三次 因为整个户下来有没有 其实是越买越低 包括在这个2004年这一次 也是买在6300 那我们知道整个股市 从2000年到2002年 2003年2004年 这四年呢 基本上整个股市 都是长期处在低迷的状况 那如果以这三次来讲 整个国安基金呢 他进场的金额绩效呢 只有赚61亿 进场的快2000亿 然后投资报酬率 大概只有2%左右 2% 对 那我们再来看 第四次呢 是什么时候 哇 这次是非常重大了 这次就是雷曼 金融海啸 雷曼倒闭那一次 那那一次呢 国安基金呢 进场的护盘点数 是在5641亿 那护了之后有没有跌 其实还有继续跌 因为那一波最低跌到4000点 可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投入金额是600亿 放得够久呢 这一波他600亿进去呢 整个赚了319亿 然后呢 报酬率有大概将近五成之上 那第五次跟第六次呢 第五次是在过了三年之后的 这个2011年的这个12月20 那次发生什么事 就是欧租五国的 欧债 对 欧债危机 那时候希腊的债券 几乎都快变成币值了 可是那一次也被救回来了 而且那时候整个美国 实施这个QE 不然QE QE2 QE3 都一次都出来了 最后还加什么扭转操作 整个就是后来 欧债危机过了之后呢 这一波呢 进场是424亿 然后第六次是在这个 2015年的人民币危机 那一次的点数是7,675点 那我们如果说 你要知道国安基金进场互盘 有没有什么前兆可行 我们可以留意 我以最后一次来讲 2015年的8月25号 你去回看 在8月21号的时候 外资未平昌口述只有7,990口 可是到了过两天 周六周日礼拜一 那一天的外资多单一口气呢 追加多少 16,623口 在8月24号 结果8月25号 国安基金就怎么样 宣布进场 那为什么外资在国安基金 没有宣布进场的时候 为什么他先大买 对嘛 总是 外资太准了 外资太准了吗 对 凡事总是有人 事先知道 对 对 那你去看喔 我们这两天 外资 我们的那个昨天 前天 前两个交易 我们的台股大反弹 有一天 有一天外资杀了一万口之后 接着隔天又大买一万一千多口 我这边算出来是一万一千五百之后 那一天就大涨了 是在路股开红盘的前一个交易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接着就大涨 所以国安基金就知道有没有进场 我们不知道 也许国安基金没有进场 可是也许八大行库有进去的 有人知道 那外资的多单 怎么会在前一天 杀了一万口呢 隔天立刻又买回一万口而已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 这个外资的动向 从这些数字 所以为什么要做功课 每一天都要看 很多的数字 因为这蛛丝马迹都在其中 没有关系 我们专家也会帮大家来看 那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带你继续观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